主角更清晰化,那我们来看这里,我们蛋壳在这里哦,蛋壳在这里 在Followchop,你刚刚慢慢又有习惯,一定是点在这个图层就在这里工作 眼睛打开关闭,那我就把它背景打开好了 我希望这蛋壳更清晰,蛋壳更清晰,我们一直讲魔物 其实它有另外一个对比的兄弟叫锐利化 我们可以让它跟它锐利化这个 来,Country后围一下,再把它看一下更锐利化 锐利化就是更清晰的意思啦,这个直接点它就帮你套了 那如果点这里呢,可以让你调 通常直接点的预设比较少一点,我们会喜欢更清晰 就更清晰哦,你看到强度,原来是这样的,比较柔和 老师我希望主角更清晰呢,强度都更好 总量呢,这个可以去拉,来,确定 这个,那可以把这打开来看一下 原来是这样,后来变这样 我可以让主角更清晰哦,锐利化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锐利化这个地方 这都是Photoshop的滤镜哦,锐利跟魔物刚好颠倒 我希望更清晰,这个 那这个点都直接帮你套 智慧型锐利化就是我可以去调参数 你可以先去看一下感觉,这可以这样来做 那等下你可以再试一下 那比如说遮瑟片锐利化 也是一样,就是来调这里啦 不过我们刚刚已经调的够锐利了 啊,这边可以再拉哦 不过现在看了强度应该不会差太多 哦,这更离谱了 你就去拉看看啦,灵界值这边可以动一下 动一下看看 那就我觉得这个是很直觉的 很直觉的方式来做调整 哦 那除了这个以外 譬如说有时候拍到人像 你也可以让它更亮一点点 那刚刚这个条是全部条哦 我们刚针对这个图层,这样锐利化这整个条 如果说我希望局部的话呢 更亮更暗一点呢 来,这里 在左边这个 上面这个叫选举工具 啊,这边是修图工具 那我们看到这个 这地方有看到一个水滴吗 这不是加水滴哦 模糊跟锐利,这个地方可以针对局部 你点哪里就哪里锐利而已 我们刚刚在上面整次针对这整个弹哦 来,我在 我应该说 来,我们回到这里来试看 我把眼镜关掉了 来看一下这个图层 像这个哦 我希望这里稍微模糊一点 哦 不过这个翻译比较不合 这个 笔头 接下来就笔头的大小哦 笔头 老师这样30一次多大 按着alt 按着alt键 按滑鼠右键 就是要31的大小 来,Ctrl加放大一点 31的大小大概是这样 你看见吗 哦 那这个的锐利画是什么 我 我决定哪边 我们现在调的是模糊 sorry 模糊是这个,锐利画是模糊哦 笔头再大一点点好了 哦 硬度揉边一点,来 再大一点点 我图过的地方就变比较模糊 那个蛋 蛋的痕迹就不见了 你看见吗 纹路 我们要回到这里来 原来是这样 好,那我现在要来涂这个哦 涂这个 涂这个 等一下这个 用这个来调这个 那眼睛要打开才能调 哦,不对 在这个涂层 刚刚为什么不行 跑到这个涂层,他不给我填啊 老师为什么我能... 你能填,为什么不能填 因为目前你在这个涂层 但是你把眼睛关掉 所以他不让你填 这是FollowShop一开始学的时候 常常出现小错误 所以呢,一定要在哪里 我现在一定要在这个涂层 眼睛打开 这时候我才可以 把它调模糊 你看见吗 哦,我只要这个蛋更这样呢 其他地方我不要 这个 那我再把这个再涂一下 这叫做模糊 是针对局部的 这是锐利的 那让它更清晰哦 更清晰哦 来Ctrl加再放大一点 这叫锐利 我希望它更清晰 涂过的地方哦 它会更清晰一点 不过这个比较看不是那么醒目 因为本身它就没有那么 那么不清楚哦 来,这个模糊在清晰 所以你现在会分别吧 如果是从这里来的时候 全部,这个涂层全部模糊 这个地方呢,全部锐利 那如果你要局部呢 就请你从这里来 点这里的时候就根据笔头 这个范围大小的时候再决定 这边呢要模糊的地方 再来涂一下 我把它变模糊 你涂哪里就哪里模糊 其他地方就不受影响 所以你看到上面这边蛋壳还是很 还算清晰 我们把它缩小一点 缩小一点 因为要用100%来看比较准 我们这涂不太大 这地方 来,我再把它涂模糊一点点 所以涂模糊 其实那纹路就比较看不清楚了 就比较柔滑 就看你要的效果 来,各位可以试试看看哦 我们不看一看 一点 燃猪